各位現在在用的過程我們先介紹一個 你看一下我們的那個講義上面 有沒有一個跟學習有關 你應該知道的 最下面 你們講義上面 在這裡我把它放在這邊 先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請問你打字的速度快還慢 打字速度快慢會不會影響到你 做作業的時間 會齁 請問各位有沒有一分鐘三十個字以上 有喔 閉著眼睛打還是已經先寫出來才打 因為我們要介紹一個這個 這個的話我先直接進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其實有所謂的語音輸入 語音的辨識現在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那這裡有兩個 一個叫google的文件 一個是叫做speech notes 那我剛發現我這裡好像speech notes 現在上不去 我看一下這邊行不行 喔這裡可以 好那我先用google文件這裡 你到這個工具裡面 有沒有叫語音輸入 打開 那你按下去呢 他第一次應該會跳一個 云不云存取麥克風 好麥克風 同學呢你可以來比較看看 所以這裡他不小心錯了對不對 所以就只好幫他改一下啦 我們來試看看 用這樣的 語音輸入 有沒有比你用打字的 有沒有比你用打字的 來的輕鬆一點 知道以後 不用打報告了吧 也不用寫報告 因為報告是用講的 請問 你希不希望你再繼續這樣子啊 哈哈哈哈 蛤 這樣有沒有一分鐘二三十個字以上 有嘛齁 所以你要做的是國小老師做的事情 改錯字啊 因為google還小嘛 這個語音輸入還小啊 所以有些字他聽不懂 你要教他啊 這樣了解嗎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我平常比較少用google的 google的呢 其實也不錯 那你可以發現一進來 是不是就直接用了 但是他有一個 我覺得有時候不太ok的地方 是在什麼 就是你按下這個麥克風之後 如果你停頓一點點 一些時間 他會自動停止 等於說他本來是 類似做語音輸入一樣嘛 那你不講話 他就認為你 不要辨識啦 所以就先把你把麥克風關掉 好 但是因為這樣 有的時候 我們如果你是在 思考的時候 是不是會稍微停頓一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再按一下 讓他繼續開始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有時候這樣會打斷我們失去 我就覺得說 這樣好像不是那麼方便 這樣ok嗎 但是各位你剛剛 在這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少什麼東西 標點符號 好聰明 標點符號沒有對不對 逗號 他真的給你逗號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目前標點符號不能直接用語音的 那怎麼辦 請問你用什麼輸入法 請問你用什麼輸入法 註音 有沒有別的輸入法 像我來講 我都是用 沒有什麼 所以沒有標點符號的困擾 我給你看一下吧 有沒有發現我直接可以打出來了 可是你用 用註音的 是不是要自己去選 比較麻煩 那google裡面有沒有工具 有在這裡 你找更多選項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註音 可是不是選註音喔 是選哪裡 來三角形按下去 有沒有手寫的 因為他的標點符號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了 所以你如果在用的時候 他講到這邊 你就按一下 這樣會了吧 好 這是這一個 那我們介紹另外一個 這speech notes 你如果進到這網站 他跟google不一樣 他需要選一下語系 google因為你在當初在 申請帳號設定的時候 就有語系的嘛 他就知道你是用哪個語系的 所以你來這邊 選好我們台灣的 那一樣的 按一下 有沒有出現這個 我們用這個 來做語音辨識 效果也很不錯 有看到他的右手邊嗎 有什麼東西 是不是標點符號 這樣知道的齁 他沒有辦法辨識齁嗎 這樣會了吧 事實上我們用google的這個輸入法的辨識 還有這個都一樣 他們其實是做了兩次的語音辨識 也就是說你剛剛在看他的時候 他在上面是不是就先打一個出來 這個是做第一次的即時的辨識 那麼他還要做第二次的辨識 什麼時候做第二次辨識 當你這一句話念完 他還會根據那個上下語意 再做一個整句的翻譯 所以他都做兩次 所以你不要那麼急著說 看他在上面打 怎麼講出來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急著就馬上停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那你用這兩個語音輸入呢 都有一個前提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講話 我會講一下先停一下 講一下先停一下 你不要像機關槍一樣好嗎 這樣他會體無完膚 因為你講太快 他來不及翻譯完 可能就給你那個即時的那個翻譯 因為他還要繼續幫你做辨識嘛 所以就來不及 可能就效果會比較差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有了齁 那這兩個網站都是雲端的服務 所以請問你有沒有需要在你自己電腦上裝麥克風 你的手機你的平板 請問有沒有麥克風 這樣應該知道怎麼做了吧 如果你沒有 電腦上有麥克風是最好嗎 如果沒有 你用手機平板也可以 事實上各位如果說 你不想要即時的這種直接做 事實上我們在打報告也要寫報告也要 或者你在整理資料 請問你第一次講跟第二次講 會不會有不一樣 會啊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辨識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他辨識錯誤了 原則上這個辨識的成功率 一般口語化我們在講的這些 成功率都蠻高的 都超過九成以上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專有名詞 你們可能自己系上啊 或者是說你一些比較專業的一些術語 他當然就比較聽不懂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 他需要辨識一次辨識兩次 但是那個小孩如果 你跟他講了兩次 講了三次他都聽不懂 你會不會生氣 所以你如果你念了一句 他也辨識不出來 然後第二次他要辨識的不是很理想 那這樣子你就會不開心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建議各位 我們在這邊啊 我看一下在這裡 我好像有給你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都是我部落格上寫的文章 就是 我在幫OneNote做教材的時候 其實我是先錄影錄好的 就是我的教學影片是先錄好的 才產生字幕的 在這邊 在這邊 我看一下這個能不能顯示出來 哇 這裡看不到 我給您看一下在這裡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因為 雖然我們剛剛講辨識率是很高的 可是如果你發現說 我每次都要重講一次 重講兩次 重講三次 有時候也會煩 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像這樣子 像我們都知道 YouTube 請問有沒有字幕的功能 有 有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想要把字幕的部分顯示出來 我們往後看 在這裡 那字幕 這個字幕真的是文字 所以呢 我在做這個教材的時候 其實我是怎麼做 我是先把我這個教學影片播進錄好了 然後呢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我不可能 叫我再講一次 因為我每次講的也會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這個影片 怎麼樣 播給剛剛那兩個網站聽就好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平常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 麥克風不要對準喇叭 對不對 啊 你在唱歌的時候啊 不是也是這樣嗎 因為 對準的話會有所謂的回收嘛 但是電腦的沒關係啦 我就把喇叭 對準我的麥克風 叫 我錄好的這個影片 講給他聽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他如果辨識的不好 我一點都不生氣 因為我只要按play就好了 這樣你有清楚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擅用你的錄音筆 或者是手機的APP 我今天把我想到要做報告的內容 我先錄好了 錄好了再播給電腦聽 這個雲端服務廳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以前有人問我會議紀錄可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會議紀錄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是因為他是多人 個人的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我怎麼講都是一個人嘛 對不對 一個人的話那辨識度會比較高 可是多個人或者講話速度也沒有去控制 那就比較容易辨識的效果比較差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了解了齁 所以以後記得喔 不要再寫報告 不要再打報告喔 只能用講的喔 可以嗎